那一二名都上榜了 还能这样怎样产账加产呢 榜上还有第三名呢 就是戴口罩的小确幸是 你天天可以搭配不同款式的口罩 那因为网友就说啦 这个防疫也要注重时髦 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时尚配件之一 或者是限定收藏 像我之前呢就是 因为我很爱美少女展示 就某一个品牌 还有出那个联名款的 美少女展示的口罩 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到那家店 说帮我留两盒 我就立刻下班 手刀就杀过去 一盒699 然后我就换了两盒 然后大概隔了一个月之后 他们又出了另外一款 然后是第一款是那种粉色系 然后第二款是那种 比较暗黑 有点深蓝色系的 我又立刻打电话给别人家说 拜托再帮我留两盒 然后我就用手刀去买 所以我每天就有两款 美少女展示的口罩 可以做搭配 超开心 而且最近就是那个 划登初上很红嘛 他们也有出口罩 我也准备要去买 你老婆其实那个婚礼顾问公司可以 就搭配 叫新人搭配那个口罩 然后弄那种限量口罩送给宾哥 这个也有 上个月我们不是去参加那个Sandy的婚礼 他洗铁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款式 然后他变成他口罩也漂亮 就是会有一些他的这些周边的一些产品 这样子出唤 对 口罩也放在这个喜宴的桌上 然后大家都可以洗 就随洗拿这样 对对对 你放在桌上 那你老婆是很在乎口罩这东西吗 很对很在乎口罩的人 他是这样 因为这个口罩现在已经变成 出门的一个必须品跟时尚配备了 对不对 那我老婆她就是非常喜欢就是说 她跟她的小孩每天都穿情侣装 她跟她的小孩是跟你无关 对啊 她跟我们的小孩呢 然后就是要穿情侣装 比如说她穿一个卡其色的风衣 她也给她小孩弄一个 她也给我们的小孩 那个卡其色的那个风衣 两个很可爱 只是我们要出门三天好了 她就会跟我讲说 那个爸爸麻烦你准备一下 比如说卡其色 粉红色和绿色这样子 搭配衣服 衣服就是等于跟他们穿一样 全家服 那现在除了衣服之外 口罩也是 他也去买各种颜色的口罩 然后出门 他也就强迫大家用各种颜色的口罩 因为那个文奇他的副业就是口罩 对不对 那他有出一些个人的相关的产品 那比如说 那这个呢 就是他跟那个厂商的联名款 然后上面呢 除了印他个人卡通化娃娃的图案之外 上面也印了他的名字 那这个盒子 这一盒口罩 他们就带出来 他这边就写张文奇 上面有他的娃娃嘛 那到底这个要卖给 不是 我是说到底什么 他的销售对象是谁 他们当初应该有讨论 不然不会去生产做这个 然后之外呢 他还有做这个口罩绳 那上面也是写张文奇 就说我带在身上 然后这边也写张文奇 那这个谁要 不是 我是说这个 也蛮方便 就说你口罩 不用就一直用手拿有细菌嘛 对 那你不用的时候 你这边一扣 然后口罩 才不会不见 然后一挂在这边的话 你的口罩就不会掉 就不会用岳母三天前的口罩 对 而且你口罩挂在这 你去吃喜酒 还可以外带一些东西回家 对不对 好了 好的 你看 然后啊 然后比如说 还有什么 诺哥 诺哥也有 诺哥 诺哥的这个也有出口罩 但是他这个里面呢 你看这上面是这个 很漂亮 一些海底世界的图案 对 这个是他帮他太太设计 他很爱他太太 因为他太太叫海军 Angel 海军嘛 那就是有海军的意思 但我也是非常喜欢 买一些有的没有的口罩 然后我很喜欢去买 那种日本的口罩 因为他们都会出一些 很特别的 像有战士 对 像这个对 美妙女战士 是日本一款 就是日本他们出的 然后他们是主打 就是你戴了口罩之后 很像戴面膜一样 对 就是脸不会干干 它主打的就是保湿款 因为它里面那个 可能有很多层 这个 这又是什么 好香哦 我跟你说 这一个 茶味 那个很特别 冬顶乌龙茶 这个是乌龙茶口味的 然后我手上这个是蜜香红茶的 那我为什么当初要买这个口罩 是因为有一次就是 我戴的那种一般的口罩 我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 心血还非常想吃那种 超臭的臭豆腐 然后我就去吃了 吃完之后呢 然后我又好时不时 只戴一片口罩 对 然后你知道吃完臭豆腐 你再戴那种口罩 吐出来的气会超臭 那我就想说好 有一个方法 我就是拿那个卫生纸 垫在我的口罩里面 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丢掉 然后我就戴了之后 我就去搭捷运嘛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可能那天吃臭肉 火气太大 我就坐一坐捷运 然后突然我鼻子湿湿的 流鼻血 我叫流鼻血 那为什么会拿小兰科的照片 出来降火啊 不行他会就撕更多血 会更生气 对对对 会更生气 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不然就刚刚的卫生纸就是用用 只能这样有啊 没有棉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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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自己不正经 对啊 要求我们来这边讲正经的东西 用卫生纸 这样对吗 用卫生纸 对 然后我想说怎么办 只有那一张卫生纸身上也没有其他 然后我就卷一卷 然后塞到我的鼻孔里面 哇 超臭 因为那已经吸收了我所有臭豆腐的味道 耶 然后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就赶快到下下一站 我就赶快去厕所换掉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买那种就是可以香香的口罩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从 对啊 奇特 对 请日本朋友买的 我觉得它很特别 那时候 这是什么 入影的时候不是就是要拍口罩吗 好透明的 然后我就想说 我可以买这个 这个很棒 很棒 这个好棒 如果那时候 陆宇那时候有这个的话多好 对啊 但是其实它一个不便宜 它一个大概台币要四五百块 日幣一千五到两千 那时候我就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方便 这个很好耶 对啊 但是现在我日本朋友说也买不到 这个防疫周边已经变成我们艺人这个 在争取的另外一个战场 是 就是每个人拿出来的东西都是要市面上最少有的 笔口罩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 像鹰眼的这种 护目镜的短板的 这个 对 会 有没有 它是完全贴合鼻梁 是 然后后来 他真的 因为我的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稍微略宽一点点 所以我戴的时候发现它这边是做死 它在还没有对到位置的时候 其实它是很容易 容易会有这种 一高一低的这种问题 然后就变成没有那么气密 然后这个就是花了我大概五百九 五百九一个 五百九 因为他说这个东西是不用马上丢掉的 然后我包色包两个 然后就大概一千多 这算是我 投资算是非常失败的一个产品 好的 但是如果投小的朋友我可以借给你们 接下来就是这个口罩挂绳 口罩挂绳那时候是有限量版的迷彩的 我没有抢到 他就说生达有这个跳色的给你 然后我就买了大概三百多 上面有印张文琪的名字吗 不是 后来我就把这口罩挂绳打开 我就发现不太对劲 它就是一条鞋带 它是一条鞋带 而且它还是仿off-white的鞋带 对 然后我就说这个上面写的 shoe-less 它上面不就是鞋带吗 他说不是 而且我跟你讲还是很可能 他买了一双off-white的鞋带 他有附两个鞋带 他一个卖给你 后来我就说这个东西 他明明就不是挂绳 他说不对 生达 你把这个东西 其实他是可以用 然后他还附影片给我 你就是把这个一侧穿到这个 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对 盖起来之后 这一侧 对 然后这样 这个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 我就在防疫期间就叠了第二次胶 就是在这个鞋带的部分 后来第三个 这个就是像你们的面膜那个东西 不是只有它一般的湿度 那现在他有推出一款 就是你喷 喷这个 它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过滤片 然后过滤片 你就可以把那个胶原蛋白喷物 喷在这过滤片上 喷上去之后再用这种 可是这个布的就没什么防疫功能 他用这种清... 因为他本身是过滤片 这个过滤片 这个有点像女孩子那种小可爱 不是 他是清肤材质的牛哥 清肤材质 然后他说戴上去会瞬间看起来像个baby 真的真的 本身有带给你们大家看 真的 就是看起来会像是娃娃脸 好可爱 很可爱 这是我觉得目前投资 我觉得最满意的 最满意 最满意 最后一个 这是什么 花了我最多单价的一个商品 这个时候那时候刚问世的时候 1880元 不锈钢酒精喷雾罐 这个东西是所有朝南必备 就是你这个口袋随便挂 随便帅 任何人挂都帅 真的很扯 然后当初觉得自己这个商品 一定会红 所以我以口气买了两个 花了快4000块钱 是 结果后来现在好像就叠价 叠到1900就有了 而且有6000元 你看他怎么在乱买这些 同材质吗 是 同材质 同材质变成1900元 正常版的 这是女生爱的 对 你看这个 对 这个 这是口罩的链子 是 它其实是 那我可以跟你换 先不要 不行 因为我发现好多韩国 现在超多不同的款式 你知道为了这个链子 然后去买了一副Chanel的眼镜 因为那支眼镜有链 对 它有链子 然后它的链子很美 它本来是刮在后面 对 然后就是这样拿下 方便 然后它就是好像有一点项链的 对 饰品的效果 这个有两条铁丝 对 它是两条的 对 这很好 我刚刚就是想说这个 它就是比较不会闷住 然后你呼吸它就有空间 对 对 它的材质很不一样的是 它是有专利的 它是其实可以杀菌的功能 所以就是 可是一般人这样看就不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杀菌 那它即使是这个专利 是在等美国的FDA的许可认 那到底是哪一个正面 黑的正面 对 黑的是正面 那它是有过滤 然后它就是会杀菌 所以它这个是那一个过滤网 对 然后因为一般人比较不太明显 就是知道它真的有没有杀菌 可是有一天 因为我老公是抽烟的人 然后他就是抽烟 或是带就是很 比较就是会臭 然后他就带几天就是说 跟我说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杀菌 可是真的有用 我说怎么了 它抽完眼抽 那个带起来不会臭 对 所以它会吸收那个臭味 烟味 对 烟味 现在真的好白白肿 真的 我觉得疫情真的也是 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对不对 很多人都变成天生大厨了 很多人都开始就变画家了 真的 然后开始变成 找到自己的副业 你在这中间 你有找到什么技能吗 还是有什么 我还有 还真的有一个技能 什么 刷油漆 那时候刚好 刚好疫情就不能出门 我就把小孩子全部约来 然后去买了一些油漆 其实那种花费其实也不多 对 一两万块就可以搞定 对啊 把全家 小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玩 你现在是螺性油漆工 对 如果你们家里有需要油漆工 或是什么 我可以包 没问题 好的 今晚开赞吧 让你永远选飞鞭 今晚开赞吧 让你总是被成赞 新时态互动是综艺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哦 小铃铛哦 哈哈哈哈